马路上车来车往 突然间一辆车横空飞出 整辆车翻轨数圈 零件铺天盖地喷飞四散 扬起阵阵阴沉 轮胎整颗掉落地面 惊险画面再看一次 整辆车先是撞上分隔道 接着撞断告示牌后又擦撞其他车辆 还好黑车驾驶及时刹车才没有酿成大祸 车到然后撞到那个树 赶快刹车 事发后车辆180度反复卡在公车厅 车头全会 车上骨架全都外露 汽油流满笛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担心火烧车赶快狂喷泡沫 警察人员也赶紧将六十多岁的肇事驾驶 救出紧急送医 虽然驾驶有头部外伤出血 但没有生命危险 另外在花莲也发生一起离谱的自撞车祸 热心民众紧急将受困女子救出 女子被爆出车外后坐在地上不断啜泣 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将女子台上代驾送医 车辆近人呈现将近90度倒茶水沟中的夸张姿态 还好受伤民众送医后并无大碍 不过怎么会开一开自撞后变成倒茶水沟 详细车户原因还有带警方调查理清 记者朱金龙有几家王云亭基隆花莲采访报道 马路上车来车往突然间一辆车横空飞出 整辆车反轨数圈零件铺天盖地喷飞四散 这辆车先是撞上分隔道 接着撞断告示牌后又擦撞其他车辆 还好黑车驾驶及时刹车才没有酿成大祸 车到然后撞到那个处 赶快刹车 事发后车辆180度反复卡在公车厅 车头全汇车上股价全都外露汽油流满笛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担心火烧车赶快狂喷泡沫 一次因操作不慎翻复制对向车道 造成一线道封闭 警察人员也赶紧将60多岁的肇事驾驶 虽然驾驶有头部外伤出血 但没有生命危险 另外在花莲也发生一起离谱的自撞车祸 做的不要动 热心民众紧急将受困女子救出 女子被爆出车外后坐在地上不断啜泣 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将女子台上代驾送衣 车辆竟然呈现将近90度倒茶水沟中的夸张姿态 还好受伤民众送衣后并无大碍 不过怎么会开一开自撞后变成倒茶水沟 详细车户原因还有待警方调查理清 记者朱丁龙有几家王云亭基隆花莲采访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及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及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